在炎炎夏日很多女生怕晒黑 所以市面上的美白化妆品就大热卖 但是令人感到惊讶的是 根据台北市卫生局抽查的结果 在13件产品当中有两件 根本就没有业者宣称的美白成分 其中一件还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老字号品牌 就是这款台湾曼秀雷敦公司 生产的抗豆美白洗面乳 因为业者标榜含有维他命C磷酸酶的美白成分 但台北市卫生局抽验时却发现 根本就没有这个成分 另外还有这款橘色包装的 天然山药薏仁泰果素患敷去角质美白洗面乳 也是在外包装上标明含有维他命C糖肝 及雄果素等美白成分 洗完脸后可以让肌肤变得更白更透亮 但同样也没有添加 这个有没有添加是要问我们工厂 其实我们是有添加这个东西 有没有验出来有没有这个东西 我就不清楚 他标示不完整或标示不正确 我们都会请他做限期的改正 那假如说请他改正之后 还没有依相关的规定办理的话 的确会照化妆品的相关的规定来给予查处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美白化妆品最新抽验结果 有13件产品不合格 其中有两件美白产品不具有业者宣称的美白成分 涉及广告不实 卫生局要求业者限期改善 否则就依法开罚 记者赖水美 徐启峰台北报道